進行的就是女子高低槓的頒獎儀式 現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在高低槓比賽中獲得銅牌的美國選手波羅斯 儘管難度不是特別大但是憑借著發揮還站上了自己的隊友斯羅恩獲得了銀牌 這就是獲得獲得銀牌的穆斯塔芬娜今天單向決賽他比了兩項拿到兩塊銀牌 這就是獲得金牌的英國名將特維德勒 在去年選擇賽上他的強項高低槓上沒有進決賽 但是呢拿到一塊自由操的世界冠軍 今年他的自由操沒有能夠進決賽 但是高低槓拿到了一塊金牌 這就是獲得高低槓銅牌的美國選手波羅斯 今天拿到第二塊銀牌的俄羅斯選手慕斯塔芬娜 這位就是 是2010年女子高低槓世界冠軍 25歲的特維德勒 我們向這位老運動員致敬 在女子體壇上到25歲這個年齡 保持這麼高水平的還是富毛領獎 這是他第一次站上高低槓世界冠軍的領獎台 是這個第一次站在北京人的一頒 是這個名字在北京人的席 又有一個導演的 成功成功,教徒員的同學 但是 同學的名字在這裡 這是北京人的韓國 三近三個月 沒有惡劇,雖然說不定 這位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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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